HK這邊是直接芒果仔端出來了桑布拉 並沒有帶和尚或者安娜 直接帶輸了一個 嗨 他這個想法我覺得蠻酷炫的 這一段應該是搶二樓的苦包 就是搶 搶二樓打消耗 萊姆的第一個家 對對對對對 就是那種感覺 好 二樓區域都被H&M 站到了 他們就是被A 被A 然後呢 然後繼續吃苦包 這邊這麼快直接去來戰 喔 這邊是為了後面做普入 對對對 為了B人做普入 可是你A點不見得打得下來喔 這邊打下來的第一個破口 就是要靠蠻果仔的桑布拉的大絕 哇 這邊不能被發現 但是跑掉了 看起來時間差不多了 他們好像抓到一個機會 HK要上了嗎 哇 這一邊直接被帶走 飛鏢連丟 但在後續的一個競場裡面 HK有成功抓到這邊破百的位置 對 但MV7這邊的人數 是進入到一個比較大的劣勢 對方是無打式的局勢 K-Po目前有什麼表現嗎 Kent帶走的是軍靠的機甲 桑布拉來到這邊瞬移 然後在POP出自己的大絕之後呢 是把對方打掉了 哇 連裡面的POP也都害到的情況下 這邊的營運面對MV7來說非常的難打 來看一下小Diva跟小琳的這個對決 看起來小Diva也是直接倒下 我覺得這個想法蠻新穎的 我喜歡喔 我們等一下可以來討論一下 我們先來看到這一波 因為這一波會是一個 HK的一個一波進攻 喔 這邊先POG 位置是暴露出來的情況下 哇 這邊阿東名 直接來抓到HIGH的一個位置喔 對對對 抓到了 抓到很漂亮喔 第一看喔 對 人是要拔刀開墮 這邊37滴血線 0滴血直接倒下 18帶走了Nance MV7這邊Kiyomi 也是射掉了對方的後排 絕對可以讓對方的HIGH搶到這個點 對 只是現在看起來是 這個 這個 補包其實爭奪戰是還蠻重要的 而且Nance在這邊其實是賺不到什麼甜頭的 對 他的能量其實會比對方來得慢上許多 音波比戰開了下去 這一波保護 也許可以幫助MV7拿到一個不錯的會戰的優勢嗎 沒有 是幫助HK拿到不錯的會戰的優勢 小玲跟Ateam帶走對方的一名成員 小玲再帶第二名成員 Restia帶走了KPO 但是芒果仔整體的輸出量還是很大 沒有人抓得了他 HKA這一邊的這個三次克陣 是直接把握了MV7所有的防線 OK 我們來到了是江四流的營運戰 Nance這邊的Sumbra其實效果不明顯 而且大絕一直打不出來 能量也進上也不是這樣的直觀 那芒果仔一樣是佔據到了這個橋下的優勢 哇 我覺得這邊防守方 進攻方在橋下有拿到大補合的優勢的 這一個營運面來說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有力地形 對 明顯K色的話也站在一個橋上的高位置 浪子直接換出一個死神來增對方的Ateam 好 已經倒下了 現在人數還有機會做反打 左鍵被地板的右鍵給罩住了 哇 這邊差一點點就拿下來了 殭屍流的一個打法 最後還是被把人數的優勢占了回來 哇 這邊 它已經大絕又再轉好 好快 再一個Sumbra的大絕 這邊KBall帶走了Nance Kent大絕握在手中 要出手嗎 對方的四兵七六 血線目前還蠻低的 這邊強 有沒有黏到 哇 漂亮 有炸死的對方的四兵七六 現在HK還嘗試用人手的方式來回打 那這樣的話也交了很多大絕 而且也送了蠻多的能量 哇 小區裡面 人數這麼大的劣勢 居然還開去隱形吃怒 這樣子 如果沒有做換角的話 這個行為是相當的虧 嗯 看起來應該是要換了啦 不然沒有道理會在這邊 欸 他跑回家了 再度累積到目前要針對對方的一個主力部隊 隱形進場 看一下對面 Yumi一樣站在一個高出二樓 開大 哇 ATIN 其實威斯頓也還沒換 兩邊一換一 ROTO開啟的DBA 自爆 在點上炸死了芒果仔 芒果仔這個隱形是擋不住DBA的自爆的 M17人數優勢 看起來可以頑強吃 浪斯這邊持續在做追擊 我覺得 ATIN 的威斯頓要換了喔 而且他如果不換的話 剛才那個大絕真的是空大耶 對 你覺得現在進攻方也出死神 好打嗎 在劇院上面的比拼夠力 但是 其實現在的問題是 沒有人處於Kiyomi這個位置喔 二樓這個士兵器座站位 必須要先去把他打下來 哇 這邊害沒有害到Zumbra 沒有沒有害到DBA 但是是有打到死神 帶有害到南武士的一個死神 對 但是二樓的士兵器座還是個問題喔 二樓的士兵器座有人要處理嗎 有有有有 Ginco這邊看起來是 有右鍵罩著的這個Kiyomi 對 把他頂了下來 Kiyomi這邊想要踢Overtime 哇 來不及喔 還是倒下了 HK這邊 有沒有人還頂呢 M17 Wincent趕快過來 麥同戰戰出手 沒有棉刀目標 Restia也倒了 帶帶帶 直接右鍵罩著 對 這就是為什麼死神沒落的原因 對 真的是死神沒落的原因 他所有東西都會被DBA的一個右鍵給罩住 真的太可憐了 HK這邊的Flag不在右上角 我挺的刷新 沒有人踏Overtime HK這邊是 兩個大分都拿了下來 1分30秒的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表現 玩藍入珠的人玩奪命女 這個東西其實蠻不可學的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表現 繩索要有去用嗎 這邊地槍還不開 還不開 它是一個情報型 它是一定要殺到人才會開 對方不上來 我們就不過去 是 好 這邊一樣喔 是把人家逼到了二樓 所以的部分是M1C這邊佔據到了二樓 後方有小靈的閃光 這個奪命女沒有任何一個人去做限制嘛 有K的倒了是遭到A10的傷害 的限制 好 這邊 又打我的局勢 特別要倒地 這波混戰還沒結束 軍靠帶走了NOTOG的機甲之後呢 A10這邊也直接進去打一掉了Restia 整個人人都擠在了這個小房內 瞬間被收割掉了 完全不露頭 AT一個精心去抓對方的Kent 但是我覺得Kent的出奪命女 是一個很棒的嘗試 這邊趕緊換角 2分18秒17秒的時間 哇 這邊有帶掉對方小靈 又打我的局勢 又是來到M1C這一方 但是HK這邊打全面非常的漂亮 支援很多 對 結果在一個窄口裡面 溫蘇的A10居然是打掉大部分成員了 哇 已經是在窄口的一個表現 畢東對一方的和尚 和尚倒掉了 今天 重擊已經讓我們看到這個 在花村的神表現了 然後這一段 是A10讓我們看到那個星星在窄口 到底有多可怕 好 現在是M1C是最後一波的進攻了 是 這一段的砲台又放在一個更深處的位置 那反而 浪子應該不太會注意到 目前就是 看頭的瞬間 還會注意到下方有一個砲台 1分14秒的時間 1分14秒的時間 1分14秒開了下去 這邊先開保護再進場 對方頭的托比昂也開了大絕 這個D.Va自爆 哇 好像沒有抓到太多的東西 Kent這邊帶走了18 中間Nodok炸掉了CQB的砲台 Nons再DASH掉 打掉芒果仔的安娜 這一邊 喔唷唷 這邊 前有來著後有追兵啊 對 前面有星星或沒有緣 是好恐怖的遊戲啊 CQB也被帶走了 整體而言 其實HK在這一波的防守 是防守得蠻成功的啦 在A點 已經守得足足三分二十秒了 擋給星星 然後把他打開完 讓星星去賺能量 絕對沒有問題 對 好 對方選擇走廢墟的這條路徑 古墓廢墟 好 絕對直接給 好 直接狂電喔 這邊問斯頓沒有人擋得住啊 哇 他這邊沒有選擇第一時間直接進場 Ressia殺掉了CQB 蠻詭異的小鈴殺掉了Kent A-Team再帶對方的Keyomi A-Team這邊是拿到了這個奈米強化之後呢 賺到了大絕 在這邊直接開起來 我要追擊這個溫斯頓 行不行 我要去這邊 哇 真的好兇喔 對 太傷壓頂喔 直接壓掉了D card 完美Counter 沒有G 好 內部 小鈴再度走一個後向了 這邊順利照的話有機會 哇 右鍵超能機勢 對 他Dash到了是Defa的前面 馬上被一個右鍵底 消掉所有的麥床炸彈的傷害 喔 No-Toke 帶走了A-Team 這邊Nance要拔刀了嗎 對方開啟了自爆 這個自爆是全員拉開 沒有炸到任何一名成員 小鈴 受到了分刃之珠的騷擾之後呢 從家裡衝了出來 Nance受不了拔刀了 這邊選擇的目標會是誰呢 這邊好像沒有剁掉太好的人員喔 小鈴這邊30滴血線 追擊對方的人員 換K-4反拔 哇 這邊沒有補包吃 直接倒地了 K-4在這邊的刀法 其實看起來打得還蠻不錯的 25滴血線 殘血 找找找對方的追擊了嗎 對方現在點上 就啊 所有的人員其實都斷了奶線 人雖然活著 但是少了補底線 沒有辦法來踏這一個點喔 賣蟲戰戰出手 沒有站到目標 這邊打得很膠著 是比數非常的接近 現在才換3把我覺得有點太晚了 哇 Overtime 陸西歐也這邊倒地 沒有人踏 好 一樣K-4 隨緣一槍 沒看到人 其實我覺得已經 已經是 最後關頭了 這邊其實他是一個 他是花了10秒鐘的時間來看自己能不能靠賽打死一隻 對 這段小鈴的話 順速的來到2樓區域囉 來抓這邊的安娜 2樓 這邊No Toke 居然被擊火掉了 哇 這邊傷害給的很高 對 其實DBA機甲要爆掉了嘛 喂 這邊還是沒有爆掉耶 欸 還沒爆耶 剛剛其實血腱肯定應該是要爆了 HK這邊連帶兩名成員喔 可是No Toke剛剛那個位置的話 有回去找自己家的安娜 結果Kiyomi 有把安娜那個DBA補起來 但是他自己的位置也被暴露掉了 對對對 自己的位置爆掉了 這邊是站到第三個點之後呢 還有40秒鐘的時間可以在打 B點 賣蟲戰戰出手 沒有連到目標 很可惜 保護也下了下去了 這一波對HK來說是一個其大的優勢 Kent 此時此刻換了這個Sumbra 效果能迷目影響還不知道 我只知道CQ這邊要打掉Rusty啊 哇 其實我覺得Kent在這邊換的Sumbra是 偏慢 因為這個戰鬥最多一分鐘 他不可能有大絕的 哇 可以使用一個睡眠標很關鍵 對 關鍵的睡眠標喔 讓HK這邊呢是少 少 少打了好多波的傷害啊 哇 還拖到Sumbra有大絕 這邊還能拖到Sumbra有大絕 是很浮誇的一件事情 哇 那這樣的營運面 我們來看一下HK怎麼打 他們的奶線能不能給得很及死 哎呀 這邊炸彈 炸掉Rusty啊 對 對方的Win Span開啟了這個奈米強化 配得上所見的傷害非常的高 佔了44.0% 小玲 要來猥瑣的偷踏點 喔 有踏到Overtime 再Dash出來 要再POP回座了嗎 哇 這邊還是被倒下了 之後呢 四兵器又過來踏 Overtime也倒地 沒有人踏點 OK 這邊其實M17守得蠻辛苦的 不好意思啊 帶人上前 然後小玲是 沒有 Kent又先上到右手邊 來妨礙對方的安娜 好 這邊加速往前 哇 CQP這邊是直接殺掉了 原刺喔 這是一個近距離右鍵爆手吧 我想 Rusty打掉了CQP 兩邊五打五的局勢 我們Kent可以看得到 這邊小房內是佔據到 是M17所有的人員 HK所有全員卡在外面 不讓你出來 Kent在車禮的部分 有點到CQP的砲台 這邊CP76的位置很漂亮 他在這邊是愛怎麼射就怎麼射 可是後方等一下會來一個原刺 他會不會遭受到傷害呢 哇 這邊賠償單出手 沒有命中到目標 DKON帶走了蠻國仔的情況下 小玲這邊POP了回座 因為面對到的是 和尚 但是DVA保護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第二方還沒保到 哇 和尚倒地了 這邊的營運面 看起來是HK這邊大獲全勝 和尚 連者在過來 配合上的是DVA 目前人數還是劣勢 讓對方衝了很多的點 6打5的局勢 雖然在這邊換掉了 其實他的本身的靈魂砲台還在場上 是 喔 這邊DKON進來殺掉了 殺掉了GINCO 2樓部分K4找到的是溫斯頓的限制 可是近距離的交手溫斯頓還是會輸的 這邊K4打贏了DKON的 KBYON開了大絕 K4在2樓的部分開起來戰術鎖定 可是戰術鎖定我感覺早開了 因為對方超完路線還沒結束 喔 這邊 NANCE 52D血線逃出MEC 這邊NOTOKE帶走了KBALL之後呢 KEND再帶走了小靈魂 瑞士牙打掉了Security的砲台 GINCO 儘管殺掉KYO MI的和尚 但是人數還是進入了一個蠻大的劣勢的 這邊沒有死 沒有死背的話理論上是守不下來要放A一點 對 這邊我覺得招就不用再交了 他們要 他們要守P一點 這邊其實營運面是打不太贏的 浪費了一個GINCO的大絕很可惜 可是情勢有點太混亂 他們也許沒有辦法理性的判斷 哇 這邊還在跳躍 還在撐 好 小靈魂感覺說撤退了 哇 這邊帶走 嗚 這邊要打得快一點喔 完蛋了 完蛋了 一個大絕打三個大絕 四個大絕 哇 目前就看K4的一個小美能不能做拖點動作 左側的部分直接衝了進去 POW上來是自爆好危險 對 這個自爆 哇 沒有上來的東西是逼迫走位 趕陽站住 浪時砍掉了對方的芒果仔 中間再帶對方的CQB 哇 這一波進攻時 GINCO的機腳被打爆了 小靈差掉了連續兩個成員 但是K4的這邊帶走的是GINCO 人數又是來到的是M17這一方 我們可以看到 浪時現在已經很低 很危機不過 第一看到這邊的大絕 還附在手中 對方的溫斯頓開啟了眼睛直撞 但是 點上的是四名成員的 溫斯頓這邊是沒有辦法打出傷害的 連DCO都要開了大絕了 這邊安娜招勞的是限制 這邊看起來也要倒地了 浪時連帶對方的兩名成員CQB 換成了死神來做最後的拖延戰 35.7%喔 只差9% 這邊M17的營運面面 那是HKA的營運面 小換出了小美Kyomi 跟DCO各帶對方的兩名成員 左鍵在電 哇 這邊還有機會 哇 這邊第三名成員 第四名成員 都要倒了一名成員 還開了下去 哇 不過 不過他們在那邊其實拖延 其實只是送對方的能量 對方的大絕太多了 我們來看一下AM17 Kyomi的精彩發揮 喔 MING PAO MING PAO